因为现代化本身它是一个复合的结构 它就包括了科学的理性 它的普及 然后生产的工业化 规模化的生产 还有生产关系上我们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人的社会化过程 还有社会规范里讲 人权保障 人民主权 另外全球化的趋势 那么这些层面构成了所谓的现代化 但是这每一个层面 它一个方面对人的发展和尊严 是一个扩展 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同时它也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 比如说工业化的生产 它会导致环境的破坏 科学理性的发展 它如果再以滥用的话 会导致对人类的生存的一种威胁 包括市场经济的竞争 导致人的这种焦虑 两极分化 全球化本身也产生了一些 比如说知名统治 对外的掠夺剥削等等 所以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双刃剑 既有对人的尊严和发展的 积极的促进的作用 同时也会产生消极作用 阻碍或者限制人的发展 另一个项目